所谓人有三级,所以上厕所也是一个人的日常必须 当然,上厕所也是一件在寻常不过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想透 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进步,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备 所以说,上厕所并不是什么令人头痛的事情 但有过农村生活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在农村,上厕所其实非常难受 而且,如果在北方的冬天,在农村上厕所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冷风嗖嗖地吹,汉侧往往见在通风顺畅的地方,那滋味真的酸爽无比呀 当然,对平头老百姓来说,固然如此 那么,对于王宫贵族,甚至是在皇宫之中,他们是如何上厕所的呢 事实上,皇宫大内在古代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生斗小民几乎无法揣测 但是,如果你在皇宫之中逛一圈后就会发现 故宫里面似乎并没有厕所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故宫之所以没有厕所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在古代的条件下,厕所无论修建到哪里都会有味道 如果到了夏天,那味道就会更加难闻 即使故宫规模宏大,可是厕所的味道还是会飘出来污染空气 皇帝如果常年受到恶臭的洗扰,恐怕内心也不会好受 因此,皇宫里面并没有设立固定的厕所 皇宫里面实际使用的是便盆 故宫之中凡大殿都会设置一个小小的禁房 皇帝要上厕所的时候,一般都会在禁房里面进行 如厕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便盆 便盆和现在的马桶外形非常相似 上完厕所以后,就会有太监立马清理干净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异味 为了消除臭味,便盆一般都是放置了草木灰和香料除臭的 故宫每天清晨都会有几辆大车拉着故宫里面的屎尿出宫 事实上,身为帝国的主人,皇帝和皇后拥有极为特殊的便盆 且他们两个所使用的便盆有着特殊装饰 事实上,慈禧如厕的步骤非常麻烦 慈禧如果要上厕所了,就下令传官房 官房就是寻常百姓家的便盆 因为慈禧常位不好,他就准备了两个官房 方便自己随时使用 虽然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他应该享受的 但是对于宫女太监们来说,还是非常麻烦的 每次慈禧她后要上厕所的时候 宫女们必须提前准备好一切工作 首先,便盆必须要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异味 如果稍微让慈禧闻到了臭味 那这个宫女恐怕就要遭受严厉的处罚 其次,在便盆外面还要铺上油布 便盆上面更是有着柔软的坐垫 如厕用的手指要公公正正的放在壁虎的嘴里 这样才方便慈禧如厕完毕的时候给她使用 大家以为,慈禧太后是自己擦屁股呢 要是这么想,那你就错了 这是有专人擦的,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在慈禧如厕的时候 前前后后都有好多宫女太监伺候着 不光是处理官房的,还得有更衣宫女什么的 慈禧当然不能自己来脱衣服 等上完厕所以后,宫女便将便盆交给太监 这个时候,太监要恭恭敬敬的将便盆接过来顶在头上 然后小心翼翼的出去 用过的便盆清理之后,还要放乳腥的香料 与众不同的是,洗洗太后如厕时 使用的并不是普通的手指 而是一种特制的白棉纸 这种纸是地方专门制作的贡品 使用的时候,宫女必须要提前将其用水浸润 然后再次晕干 据说,这样的棉纸使用起来 才会有弹性而且舒服 当然,一般的平民使用还是粗糙的草纸 更穷的人就只能使用厕筹等工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